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玛雅中如何利用多种对齐工具来对齐物体对象 在上一小节我们讲的是利用这三种点到点的命令来对齐物体对象 那么在这个小节里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其他的几种对齐工具 Align Object 对齐对象 Position Alone Come 远取线放置 Align Tool 对齐工具 以及 Snap Together Tool 捕捉到一起的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lign Object 对齐对象 我们打开到后面的选项设置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对齐模式 对齐的轴向 以及可以选择平均值对齐 或者是选择最后一个对象对齐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讲一下这五种对齐模式 对齐的轴向我们就选择默认的世界坐标X轴 只要我们知道了X轴是怎么对齐的 其他轴向也是同样的原理 这里我们使用默认的选择平均值对齐 那么因为我选择的是X轴对齐 所以它和Y轴 Z轴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为了更加直观的展示 我使用视图书签切换为我预先设置好的视图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视角是和XZ平面是平行的 并且X轴的正方向也调整为垂直向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物体对象的变化 这里我们创建一个球体移动到一盘 然后创建一个圆柱 我们将它的Z轴旋转负的90度 缩放到一个合适的大小移动到一盘 然后再创建一个圆锥 同样的我们将它的Z轴旋转负的90度移动到一盘 那么这里我旋转负的90度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物体变化 它对我们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min最小值对齐 意思就是利用靠近最小值的边界来对齐物体对象 可能当从字面上会非常难以理解 会非常不理解这个最小值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边界又是怎么确定的 同样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三个模型 首先我们要确定当前X轴的正方向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X轴正方向的值最大 负方向的值最小 我们可以把单个物体对象 最靠近X轴正方向的边界定义为最大值 将最靠近X轴负方向的边界定义为最小值 现在当我们再来回顾这个最小值对齐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了 因为我们确定了三个物体对象 底部的边界全部都为最小值 顶部的边界都为最大值 当我们选择这三个物体对象点击应用对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小值所在的边界 就会被很容易的对齐了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中间值对齐 说白了也就是对齐物体对象的中心 同样的只要选择这三个物体对象 然后点击应用 就能将它们的中心位置对齐 这个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最大值对齐 它和第一种最小值对齐是刚好相反的 当我们选择这三个物体对象点击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对齐的是最大值所在的边界 这个就是最大值对齐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距离对齐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圆柱和圆锥之间的距离就代表了对齐的总距离 而这个距离对齐的作用就是让中间的物体对象均匀的分布 当我们选择这三个物体对象点击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球体沿着X轴的方向对齐到了合适的位置 这个就是距离对齐命令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种堆战对齐 堆战的意思就是将对象排成一行一行的 让它们的边和边交界处没有距离 同样的我们选择这三个物体对象点击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物体对象边和边交界的地方 在X轴方向上是紧密排列的 这个就是堆战对齐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切换到最小值对齐模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齐到最后选择的对象 这里面的最后选择的对象就是指 当我们在选择物体对象对齐的时候 我们最后加选的这个绿色高亮显示的物体对象 假设现在我们选用最小值对齐模式 当我们点击应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两个物体对象的最小值边界 都会和这个球体最小值边界对齐 并且这个被对齐的球体对象是不会移动位置的 这也是它和这个选择平均值对齐一个很大的区别 至于后面的中间值 最大值其实都是一样的原理 我们选择中间值点击应用 其他两个物体对象的中心会和球体中心对齐 我们选择最大值点击应用 其他两个物体对象的最大值边界 会和球体最大值边界对齐 这个就是对齐到最后选择的对象 我们将窗口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sitionAlonger 沿曲线放置 它的意思就是沿着曲线等距离放置所选的对象 现在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切换视角 我们使用EP曲线工具 在场景中画一条曲线 现在我们选择三个物体对象 加选这条曲线 然后点击沿曲线放置 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物体对象已经被成功的沿着曲线的方向均匀放置 这个就是沿着曲线放置命令 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Align Tool对齐工具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工具 使用也很简单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大立方体 还有一个小立方体 例如现在我们就尝试用小立方体对齐到大立方体 我们选择小立方体加选大立方体 点击对齐工具命令 这个时候在两个立方体之间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边界框 为了更好的观察我们可以切换为现框显示 现在只要我们点击对应的图标 就能执行对应的对齐命令 这里我们不用去死记每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只要按下鼠标左键不动的时候 就会出现环色的提示 它会告诉你物体将要移动的方向 和将要对齐的平面 非常的容易理解 这个对齐工具很简单 就不多说了 我们切换到着色模式下 按下Q键取消对齐命令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nap Together Tool 捕入到一起的工具 那么这个就更加简单了 这里我们打开工具选项 会自动进入对齐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默认的是移动并旋转 也就是在对齐的时候 方向也会跟着变化 例如我们要将小立方体的这个面 对齐到大立方体的这个面 我们只需要在小立方体的这个面上当机 然后再到大立方体的这个面上当机 然后只要按下回车键就能轻松地将两个立方体捕捉到一起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点击左侧命令 再次进入对齐模式 这次我们选择只移动对象 同样的操作 我们按下回车键 我们会看到 这次物体对象只移动对齐到面 并不会改变它自身的方向 同样的 我们将物体恢复原位 我们点击左侧命令 再次进入对齐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捕捉到多边形上的面 其实准确的意思是捕捉到面的中心 那么在没有勾选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面的任意位置进行标记 当我们勾选它之后 无论我们选择面上的什么位置做标记 都会默认捕捉到面的中心位置 这个就是捕捉到多边形上的面 好了 关于玛雅的对齐工具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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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